他就到那去了 比如 比如清代的思想 是很平庸的 整个的看来 但是出了红楼梦 这一个精神量 就几乎等于了所有唐诗的精神量 那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他有个潜在的过程 本来以为这种心结 自在独断的这种 佛教禅宗的精神灭绝了 变成一种笑话了 怪言怪语了 但是 但是忽然从红楼梦里就出来了 你看那大观园的女儿心性 一个一个一个 何等清静 何等自在 何等独断 自然而自身 实际上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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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山中的尖宗的精神 是一个特别 大的大的重合 她已经 她已经 如 如天 管 湿了 她 却又是具体的生活 我感觉 我感觉 就是 就是 就要 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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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悟空那样 放肚子 又能看见 这 又能看见这 跟头发 在 自己手掌上 所有过程 都是心之想 喉咙梦 确实 中国的 所有 读到的 东西 忽然 全都 体现出来